大家好,今天再跟大家聊聊人币汇率 人币汇率市场非常关注 不管是投资人也好 或者是你做进出口生意也好 或者是你有孩子在海外留学也好 大家对汇率非常关注 人币目前贬值到了7.3的高位 在7.3附近的高位震荡 大家非常关心 究竟人币未来是贬还是升 我在之前有一期节目 讲过关于人币汇率的贬值 能够趋势想要扭转的两个条件 当时那期节目叫人币还会继续贬值 贬值趋势何时扭转 里面谈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条件 就是人币汇率如果想在这个位置扭转 或者缓紧 需要两者条件满其一 要么中国经济自身企稳回升 要么就熬到海外的需求的下降 海外的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 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 或者是它的经济的一个回落 目前来看第一个条件 中国经济自身的企稳回升 似乎还要加把劲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海外的需求的回落 或者是熬到美国经济的这种衰退 或者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 似乎目前有一点点小的希望 那我们来看 在周五的时候 一年一度的全球央行 Jackson Ho会议就要举行 在美东时间25号 在国内时间26号的时候 美联储主席报告将会讲话 市场非常关注这次报告的讲话 想从他这次讲话中去把握美联储下一步 货币政策的蛛丝马迹 那在这次会议上有可能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新的变化的一个端倪 也就是说加期周期的一个终结 那我们来看 当下其实人币主要是只跟美元汇率的对比 那美元走势也对人币走势息息相关 就如果美元指数在这个位置 如果能够走弱 其实当然也就意味着美国十年期国在收益率 如果在这个位置 如果有所下行的话 那美元指数走弱以后 人币贬值的压力自然会有所缓解 所以说未来一两周 人民币贬值的这种趋势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或者是会有一个窗口期出现 那么来看一下 就当下美国经济的一个情况 但这美国的制造业其实是偏弱的 目前它的服务业比较强 其实海外都这样 欧美的PMI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线 是欧元区的制造业PMI 已经进入一个偏衰退的一个区间了 虽然没有达到2020年那个时候那么严重 美国的制造业PMI稍微比欧元区好一点 但是基本也是在这个窟窿线以下连续八九个月 很长时间了 反映到中国以及亚洲主要国家的出口情况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半年包括到7月 出口都是一个大幅回落的状态 如果看中国7月份的对各国的出口情况 就更明显 基本的都是双位数 并且是20%以上的下滑 所以说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美国的商品需求这一块在减弱 减弱其实也就是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在变少 根据CNBC的调查也是这样 当然美国人他不太喜欢存钱 有多少钱花多少钱 现在有61%的美国家庭 美国人他们是靠每一个月的支票去生活的 每个月的账单基本付的钱 就没什么钱剩下了 所以说美国的家庭部门在高利率和高通胀的两面加基下 其实是有些坐进线走的 难道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美国家庭部门的现金流究竟能撑到几时 到了9月底10月初 美国的住学贷款暂停了三年之久的住学贷款的利息偿还 也要重新开始偿还 这样一来也会加重美国家庭部门的负担 所以种种迹象显示 但是美国经济的放缓也许即将到来 美国的长端国贷收益率如此的强 最近一直在攀升 目前到了4.33高度 包括美元指数最近也是一直在走强 种种趋势基上显示 美元指数也好 美国国贷收益率也好 可能是来到了一个转折区间的一个位置 未来一两周 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可能会成为人币贬值趋势得以缓解的一个窗口 一个窗口期 也就是说人币的贬值可能会等到第二个条件的到来 也就是熬到了海外需求的下降 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